北京时间2月7日 中国女足已经在亚洲杯决赛当中成功夺冠 让二追三大逆转 战胜韩国队的过程当中 有一位球员可以说是起到了最为重大的作用 此人毫无疑问 就是替补女足梅西王霜上场的小将 20岁天才张林彦 水庆霞本场比赛 做出了四个重大换人 其中最能够改变战局的一个换人 就是张林彦的替补登场 她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太不可思议了 本场比赛张林彦一个人直接在上场之后 盘活了国足的进攻线 年仅20岁的她登场7分钟时间 立刻送出了一个精彩的左路内切传中球 并且制造了对方的手球 先为中国女足赢得了一个点球 并且吹响了翻盘的号角 这样的一个点球意义重大 因为确实没有这个点球 没有接下来唐嘉丽的罚球命中 就没有中国女足的反扑 落后一个和落后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正因此 张林彦的作用毋庸置疑 王珊珊是本届亚洲杯的MVP 而决赛的单场比赛MVP 毫无疑问就是张林彦 而且当时张林彦上场替下的就是王霜 结果这个换人起到了奇效 她用35分钟的上场时间改变了比赛 除了登场七分钟噪点之外 登场第十二分钟的时候 又是张林彦接到了唐嘉丽的惊天妙传 高高跃起投球功能 虽然说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四 但是她这个投球却是大力尘 小小的个头 投球却可以用石破天晶来形容 她帮助女足十二分钟追平比分 这才有了绝杀 现在张林彦再次收获巨奖 首先一方面恒大足校 恭喜张林彦拿到了MVP 毕竟张林彦是恒大足校的清训成果 这是恒大培养的天才 而她的个头和一战成名的表现 堪称是女足全红衩 另外更重要的是实质性的奖励 张林彦的家乡江游市政府正式宣布 奖励张林彦十万元 张林彦也是一个来自四川江游的川妹子 现在她收获了十万元的天大巨奖 这也是对于她努力的最大奖赏 中国女足整体 确实已经拿到了3933万的奖金 但是对于单人的奖金 还是非常罕见的 现在张林彦拿到了一份单人奖金 这个单人奖金 是对于她努力最大的一个认可 你不得不说 没有她就没有中国女足这次的崛起 同时也得承认 这次张林彦能够成为替补上场的功臣 水庆霞也是鞠躬之伟 张林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当场落泪 哭着说 下半场上场的时候 因为当时已经落后两球 我们就想着进攻肯定能打回来 结果如我们所料完成了绝杀 去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 但这是一支新的队伍 现在新的团队 唯一的目标只有夺冠 我们一直都没有失去过信心 张林彦哭着拿到了冠军 现在也换来了她的收获 这十万元对于她的家庭条件 肯定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 而以她的年纪 未来有很大希望刘洋提出更好的表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